原素人是東沖居民朱爾話 去指港珠澳大橋工程可能影響他的健康 去年提出司法覆核 不滿大橋環評報告 只是比較工程前後 東沖一帶的環境污染水平有什麼不同 但是就沒有獨立評估 如果沒有進行工程 環境污染會達到什麼水平 高等法院原重停4月裁定 大橋環評報告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要求環保署署長撤回工程的環境許可證 政府提出上訴 高等法院上訴庭頒下39頁的判詞 裁定政府承訴 包括原訴人指 環評條例的立法目的是要保護環境 環評報告也都應該全面評估數據 法官就認為現行法例清楚列明當局 和工程項目的倡議人都要盡量減少工程造成的污染 環保署署長也都有充足的資料 專業地審批申請 除非有人認為環保署署長不夠專業 否則法庭也都不應干預處方的決定 朱爾華的代表律師強調 入品的目的不是要阻礙工程 只不過是希望工程上碼之餘 法律或者環評的標準是希望要遵守 其實朱婆婆也委託我可以跟傳媒說 她這個官司其實不是為自己 她說會跟朱爾華討論是否上訴 他會跟朱爾華討論是否上訴 特史雷華討論科 未遵守